只见这枚金蛋上的开关在慢慢旋转 白发叔本以为没什么稀奇 结果金蛋突然伸出六根利爪 狠狠刺入了白发叔的手里 剧烈的疼痛 让他飞快拔下了这颗金蛋 瞬间鲜血直流 回到家中 妻子为他包扎 并且拔出一节残留的利爪 白发叔怕妻子担心 并未说出实情 到了晚上 白发叔突然胃口大开 抱起一壶水 牛饮而尽 但似乎远远不够 他竟然对冰箱里的一盘生肉 产生了食欲 他立马打开窗户 想让自己静静 可下一秒 不知是手上的伤口痒还是真恶 他竟然拿剪刀狂戳伤口 即便如此 还是不管用 他无奈地倒地 就在这时 他看见了桌下的魔鬼银爪 拿出魔鬼银爪放在手里 看着银爪的利刃扎进自己的身体 虽然疼得大汗淋漓 但好像也得到了解脱 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 这一幕全被楼上的孙女看在眼里 被金蛋吸血后 白发叔似乎变了很多 这枚诡异的金蛋到底从何而来 一切要从早上开始说起 白发叔经营着一家古董店 一如往常 这天他带着小孙女 驱车来到店里 祖孙俩正玩着跳房子的游戏 店里却来了一个鬼鬼祟祟的客人 他四处默默瞧瞧 看了一座天使雕像后 转身走出了店门 白发叔见状 上前查看 只见这是一座眼珠子都破开的普通雕像 没有什么特别 祖孙二人就又开始玩起了拼图 就在这时 那尊破洞的天使雕像 突然爬出一个接一个的小墙 白发叔担心孙女害怕 立马开始清扫 一阵悄悄打打 雕像的底座似乎是空的 白发叔果断撬开了底座 里面是一块陈旧的布 小心翼翼地拿起来 就不包着的竟然是个金灿灿的东西 白发叔看向门口 那个在店里转悠的客人正在打电话 原来真正对雕像感兴趣的 其实是电话这端的卷毛哥 他的舅舅将死书患了多种疾病 他一门心思只想得到 那颗形似金蛋的魔鬼银爪 不为别的 只因为它有着让人长生不老的魔力 而魔鬼银爪被存放于一个天使雕像中 因此几十年来 让卷毛哥四处找人寻找 雕像都收集了几百座 可还是一无所获 这一次 他们看中了白发叔店里的破损雕像 很快 卷毛哥就来到了白发叔的店里 爽快地买下了那个天使雕像 可殊不知他要找的魔鬼银爪 已经被白发叔拿了出来 第二天一早 白发叔看着镜中的自己 仿佛年轻了不少 容光焕发的模样让妻子都看傻眼 照常来到店里 可店里一片狼藉 桌上的一张名片显示 正是卷毛哥所为 白发叔意识到卷毛 应该是冲着魔鬼银爪来的 他来到将死书的病房 想一探究竟 将死书告诉白发叔 魔鬼银爪里困着一只特殊的虫子 吸食人血后会释放出一种 可以让人起死回生的能量 然而也有很大的副作用 必须按照使用说明来使用 得知白发叔竟然使用过它之后 满脸的震惊 并迅速将它请了出去 殊不知白发叔带来的盒子里 只是两个锁头 这次使用让白发叔尝到了甜头 开始沉溺于魔鬼银爪 而身体似乎也开始出现一些异常 老人将这枚金蛋附在自己胸前 被吸完血后 他一脸的满足 这小东西太神奇了 渗出来的血液很快变成了胶水 伤口也在几秒内快速愈合 舞会上 白发叔像年轻人一样充满激情 还撒起了狗粮 这时对面流鼻血的男人 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似乎有些饥渴难耐 于是便找了个借口跟了上去 可人家刚清理完 白发叔走进厕所 迫不及待地蹲下身子 魔鬼银爪的副作用出现了 他的是血性爆发了 但这时厕所突然走出一个男人 打断了白发叔 看到洗手台上的血迹 直接将他清理干净 白发叔心疼得不行 这时他看见了地上的血迹 俯下身子 尽情地开始享用 突然有人走了进来 白发叔被一脚踢晕 当他再次醒来 发现是卷毛绑架了他 受尽将死叔压迫的卷毛 内心早就怀恨在心 为了不让将死叔得到永生 他对白发叔痛下杀手 将他塞进了车里 随后把车推下了悬崖 伪装成酒后驾车的意外事故 将死叔得知此事后 将卷毛打得头破血流 本以为做得天衣无缝 他却不知魔鬼营爪的神奇功效 使用者只要心脏完好就能复活 病医馆中 入炼师正在为白发叔 卷毛趁机混进来查看情况 为了试探是否还有呼吸 他用手捏住老人的鼻子 为了万无一失 卷毛来到了火化间 看到烧得正旺的炉子 他终于放心了 但所有人不知道的是 早在火化前 白发叔已经逃了出去 他在路边冻得瑟瑟发抖 只好在垃圾桶里找了个毯子预寒 阳光穿过屋顶照进房间 白发叔疼得尖叫 他裸露的皮肤被灼伤 还冒起了白烟 昨晚从火化间逃出的白发叔 趁着夜晚回到了家 迎接他的是孙女 他并没有因为爷爷丑陋的相貌 而感到害怕 反而把爷爷安排到了储藏室 白发叔为了活下去 用不把魔鬼银爪缠在了手上 但带来的副作用却愈发严重 为了爷爷不受伤害 孙女贴心地将白发叔 藏在玩具箱里 等到夜幕降临 他才赶出来 听着楼下妻子的钢琴声 这丑陋的面目让他不敢相认 为了结束这种生活 他带着孙女潜入将死书家 准备偷取那本使用说明 从而破解魔鬼银爪的副作用 但当他翻开查看时 却被将死书发现 将死书告诉他 最重要的那一夜早就被他吃了 随后一把撕掉白发叔的脸皮 原来白发叔的身体已经开始重生 只有鲜血才能让他恢复如常 白发叔崩溃了 他不想成为一只嗜血的怪物 将死书却提出了交换的条件 他可以无偿给白发叔提供新鲜的血液 但前提是必须交出魔鬼银爪 白发叔思索再三 把他拿了出来 可将死书却一刀捅进了他的身体 还冲上前拿出刀对准了他的心脏 关键时刻 孙女及时出手 把他从将死书的手上救了下来 就在这时 卷毛纹身赶来 看到躺在地上的将死书不仅没有救他 反而高兴地手舞足蹈 白发叔趁机一棍将卷毛打倒 带着孙女向窗外跑去 他们很快爬上了天台 卷毛拿着铁棍步步紧逼 白发叔微微一笑 当即冲了上去 抱着卷毛从房顶跳了下来 孙女走到白发叔身旁 轻轻抚摸他的脸颊 他拿出魔鬼银爪放在白发叔的胸前 很快 白发叔便复活了 但他对血液的渴望却更加强烈 甚至忍不住要对孙女下手 孙女并没有害怕 只是开口叫了他一声 白发叔瞬间被唤醒 他抱起地上的石头 使劲将魔鬼银爪砸碎 与此同时他的生命也走向了尾声 不久后 白发叔在家人的陪伴下离开了人世 亲情最终战胜了贪婪 相比长生不老 家人带来的温暖或许更加重要 设想你如果拥有了这颗金蛋 你会怎么做呢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魔鬼银爪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